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担心的倒是武卿侯宁啊 我 我怎么了 于谦正在总领朝政 他早已下了命令 未经他的许可 所有军队不得擅自动用 你的兄弟们 不知怎么样才能进攻行事呢 这倒是 没有人马 我们可怎么干呢 区区小事 还难得倒我吗 武卿侯您的意思是 于谦下令 任何人都不能擅自调动军队 可是军情紧急呢 我们可以加强宫中的防卫 难道我武卿侯就不能调动军队吗 军情紧急 您的意思是 我早就打听清楚了 也先被刺以后 新登基的阿拉克汗 颇有进犯我大明之意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就说瓦剌即将犯边 我们务必要加强宫中的防卫 如此一来 谁也不会怀疑了 好记 好记 我早已告诉手下将领 马上通报 说瓦剌要禁犯我大明王朝 嗯 这就叫明修战道暗度陈仓 哎呀 现在守卫皇宫的是范广和元斌 他们俩都是于谦的得力干将 要是真的动起手来 武卿侯的人马可未必能 这件事情太上皇早有安排 这样吧 你们放心 这件事就交给我徐某去办好了 我一定要让元斌助我们一臂之力 那就赶快动手啊 是啊 吴清侯 现在万事俱备 就等您一声令下了 我知道 不过有一件事 我一直犯迷糊 吴清侯说来听听 你们说 皇上 他是不是真的病得这么严重 那还有假 在下亲眼所见 万岁爷他 亲眼所见 亲眼所见 未必就是千真万确 吴清侯您的意思是 于谦和王文 三番五次在皇上面前禁言 皇上 对我等早有防备 我等的阴谋 只怕皇上 早已经是心知肚明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 于谦要皇上 罗夺我的兵权 按理说 此事对皇上而言 乃是举手之劳 可是 皇上却为何迟迟按兵不动 武清侯您的意思是说 武清侯您的意思是说 这里边另有文章 我在怀疑 皇上一向颇有成福 心机过人 他莫非 在我们面前装病 装病 他为何要装病呢 皇上现在最迫切的是 要找出谋杀太子的凶手 这个人找到了 皇上的心腹大患 也就清楚了 武清侯的意思是 皇上故意在装病 为的是一舍出洞 没错啊 他是在等我跳出来 然后一举拿下 如此一来 谋杀太子的案子 就不查自破 不对 万岁爷他不像是装病 万岁爷他真的病得不轻 皇上对付太上皇的手段 两位都不会忘记 那时候他也是不动声策 可背地里对太上皇早就下手了 我觉得这种事情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吴卿侯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 如此说来 我们要是真的动起手来 那不正中了万岁爷的记忆了吗 所以啊 先别忙着轻举妄动 一定要搞清皇上 他是真病还是假病 曹公公 这件事你可要多费心了 万岁爷现在最讨厌奴才了 奴才每次做事情 都像做贼似的 偷偷摸摸摸的 曹公公 休得推托 此事 务必要想出个良错 错过了机会 我可要拿你试问 那 那我就想想法子 看着办吧 啊 曹公公 曹公公 什么事啊 礼部尚书胡大人 求见万岁爷 万岁爷正病着呢 他又何事 奴才 奴才不敢问呢 让他在外面候着 是 去吧 是 老臣见过曹公公 啊 胡大人 听说胡大人要觐见皇上 所为何事啊 明日乃是行交际大典之时 老臣是来奏请皇上 不知皇上 哦 原来是交际大典哪 万岁爷现今龙体欠家 太后和皇后娘娘都有吩咐 任何人都不得打扰万岁爷 皇上不能轻行交际大典 按以前的规矩嘛 也该由皇上吩咐 指定 某位大臣 代行大典 这个自然 这个自然 只是 老臣身为礼部尚书 务必从皇上这儿得到准信 否则 明日的交际大典该如何举行呢 胡大人 您看这样好吗 容在下进去把胡大人的意思奏请万岁爷再来回话怎么样 如此甚好 那就有劳胡大人在此等候 我去奏过万岁爷再来回话 曹公务快请 万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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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大人请奏 明日交际大典 万岁爷是否御驾前往啊 万岁爷若是不能前往 胡大人的意思是 请万岁爷下旨 由哪位大臣代行交际大典 万岁爷 万岁爷 您说话呀 万岁爷既然不肯说 胡大人的意思是 现今朝廷中 就说五清侯对万岁爷最为忠心耿耿 万岁爷是否叫五清侯代行交际大典呢 请万岁爷恩准 万岁爷 万岁爷 万岁爷您醒了 啊 这么说 万岁爷是准了胡大人所揍了 啊 胡大人 哦 曹公公 皇上他 啊 万岁爷说了 诉召五清侯进宫 五清侯 没错 万岁爷的意思 是请五清侯代行交际大典呢 哦 那好吧 老陈这就回去操办 五清侯那边 还请曹公公前往船只 这个自然 胡大人只管放心吧 哦 老陈告退 哎 哎 哎 胡大人慢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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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清侯 万岁爷是请你来代行交际大典的 啊 等会儿见了万岁爷 得先向万岁爷谢恩啊 知道了 皇上 皇上 臣 叩 叩见皇上 叩见皇上 皇上 令臣 代行交际大典 臣 感激不尽 特向皇上谢恩 你 皇上 皇上 哎 哎 你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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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大人 你要找的人我都带来了 各位 余大人问你们话 你們可要如实回答呀 是是是是 錢姑姑放心 我们绝不敢不可以买一本大人 是 啊 今天找你们来 有件事情想请你们帮个忙 你们都是伺候在皇上身边的人 哎 哎 你们见没见过这件东西 这是一本山海经 等等 我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来了 哎 我想起来曹公公好像也有一本山海经 对啊 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曹公公不是还给我们讲过山海经里面的故事吗 什么康复坠日啊 什么女王补天 哎 都是他讲的 你们再看看 这本山海经 是不是就是曹公公的那本 这个 这个 倒没仔细看啊 我们倒没仔细看啊 哦 实在对不住 皇后娘娘有旨 任何人不得入宫 嗯 请问公公这宫里头实在 哎 回豫大人 哎 这 哎 皇后娘娘和贵妃娘娘 在给皇上做法事 请了好些道士 任何人不得出入 事关设计安慰 请公公务必再去通报医生 于大人 奴才再进去 两位娘娘 会会扛了我的脑袋 于大人 我看您还是先回吧 皇上让武亲侯 待兴交集大典 哎 老臣思来想去 就是想不明白啊 是啊 我也觉得此事 甚是蹊跷啊 皇上本令于大人你 总领朝政 怎么又让武亲侯 代行大典呢 哎 老臣真想再当面去问问皇上 当面去问皇上 这 这恐怕有所不妥 依老臣看 倒不是妥不妥的问题 而是老臣怕是 根本就见不到皇上 皇上跟前的那个曹公公 把什么事情都揽下了 要想见皇上一面 难哪 看来这个曹公公是大有问题啊 于大人你也认为他 我一问过皇上身边的人 有人见过曹公公受伤 也有一本山海经 只是我还没有查识 他那本山海经 是不是就是毒杀太子的那一本 活着如此那可了不得呀 于大人 你 你赶快比报皇上 让皇上对他有第一法 我已经去过了 前清宫正在做法事 我根本进不去 更别说要见到皇上呢 原来如此啊 坏事啊 真坏事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宫中有人与武卿侯勾结 狼狈为奸 就是这个曹公公无疑 于大人上次说的 会有办法对付武卿侯他们 不知于大人想妥了没有 我是在想啊 此事还得 另有人相助 为何不知于大人想法 哪有 可能 睡吧 唯有极为可疑 还有适合秘密 训乃军队蠢蠢欲动 这一切都是谋反的前兆啊 皇上 虽一再姑息适合 可对他的为人早有警局 此次居然令其代行 交际打蝶 实在是非一所思啊 难道这里面是另有文章 或者是曹公公 假传了圣旨不成 无论如何我得阻止这场灾难 大火临头如能挽回这个局面 我与谦就是死了 也死得其所 好嘞 来 老爷请 好嘞 应 医书 好 皇上 局势危急 臣决定明日就去拜见太后 如天有我大名 臣当和太后合力出去 拾亨这帮逆贼 保我社稷平安 保皇上龙体早日康复 恭喜五亲侯啊 五亲侯这次带皇上行了交际大典 真是威风八面 令众大臣无不臣服 是 在下也钦佩有价 请请请 大典事小 昨日我得以亲见皇上 这才是大事 这么说 五亲侯 你是大有收获了 是啊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真是不敢相信 没想到 皇上真的病得这么重 来日不多了 这回五亲侯真信了吧 在下可没有骗你 万岁爷是死定了 曹公公 这事还得感谢你假传圣旨 让我有了这个试探的机会 是 请 五亲侯 一在下看 还是别高兴得太早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实话跟你们说吧 于谦 去宫里找过万岁爷身边的人了 他肯定是在追查那本 《山海经》的来历 那又怎么样 难道 你那本《山海经》 被他们看见了 哎呀 没人看见我 还紧张什么呀 于谦 他肯定是已经怀疑到我头上了 曹公公 这么说 你已经暴露了 这一旦曹公公暴露 我们的计划可就麻烦大了 我们是不是能够早一点行动呢 对 早动手啊 好 事不宜迟 我们必须抢在于谦之前 现在我们就分头行动 徐大人 你去和太上皇联络 曹公公 你回宫中随时留意皇上的病情 我立即召集人马 你还让我回宫里去啊 在下的脑袋呢 这种时候你不回去 反而让人生疑 坏了大事 你知道不知道 有胆量的 你就豁出去这一回了 那好吧 反正死活都这一回了 我就豁出去了 曹公公 这就对了 不过 我们还是越快越好 最好是明日的这时候就动手 好 走 慢 徐大人还有什么吩咐 此事事关重大 我一定要观一观星象 看一看日月星辰 是不是黄道吉日 原来徐大人还要挑选黄道吉日啊 住嘴 你懂什么 这件事是人命关天 要是搞砸了 要逐连九族 知道 徐大人 怎么样 哎呀 连日阴雨连年 今夜星光灿烂 急赵啊 急赵啊 看来我们建功立业的时机就在后日 哎呀 在下刚才不是说明日吗 怎么又迟了一天呢 重嘴 既然天意如此 我们就定在后天晚上吧 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分头准备 后天晚上城墙外集合 好 咱们分头行动 好 走 好 于爱卿请请起 谢太后 以往被贬往宜州 相比于爱卿已经知道了 臣都知道了 臣都知道了 为了复立太子一事 竟引出如此后果 皇上实在是不可理喻啊 皇上病情日益严重 臣昨晚想要面圣 却不得入宫 哦 太后 我大明朝廷已是危机四伏了 是啊 哀家也有这种感觉 于爱卿今日来 是不是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禀报哀家 太后 据臣得到的消息 有人要乘机谋反 谋反 谁 吴情侯时亨 还有徐有贞 曹姬祥等人 他们内外勾结 暗中训练军队 蠢蠢欲动 臣推测 太子被害 玉玺被盗 都跟这几个人有关 这时亨有反心 哀家早有所察觉 徐有贞这个小人 最会投机取巧 这两个人凑在一起 绝对干不出好事 太后生命 我大明从太祖开国以来 不足百年 千秋万叶的基业 绝不可葬送在这两个人手上 远青 你说 我们该怎么办 强在他们动手之前 除去石横和徐有贞 你的意思是让哀家下意志 拘捕他们 石横握有兵权 贸然动手只会打草惊蛇 而且此时稍有不慎 石横苟急跳墙 后果不堪设想 反而会危及皇上和太后的安全 你得家想想你 是啊 臣已经想好了计策 太后不妨照 石横和徐有贞议事 宣他们入宫 臣在长安门设下埋伏 带两人入内 即刻将其拿获 这个计策好 我们就这么办 太后入能 为大明处子二贼 臣不胜赶佩之耻 哀家给感谢的是你 于爱卿 要不是你 时时刻刻为朝廷尽忠尽力 只怕这大明江山早就稳不住了 这些年来 多谢太后的厚爱 使臣每每绝处逢生 但愿这一次 我大明也能安然度过劫难 于爱卿你放心吧 在这宫里头 哀家多少还能够派上点用场 有哀家在 这天翻不了 有太后这句话 臣心里就踏实了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事不宜迟 明晚就动手 是 陈灵 太后一旨 月情 太后 还有何吩咐 除去爱人之后 复离宜王为太子 你千万别忘了 只要有利于大明社稷 臣自会身体立行 嗯 那就好 范将军 太后已经下了意志 明晚招石亨和许有贞入宫 你可带人马守候在长安门内 一等石亨许有贞入内 即刻将他们两人拿下 属下领命 快回去准备吧 玉大人放心 我一定不辱使命 为我大明处刺而贼 范将军 我等你的好消息 放心吧 玉大人 玉大人 援兵起来听命 原指挥 我有件事情要你去办 请大人吩咐 这些天宫中恐有变故 为保太上皇安全 我令你带上锦衣卫的人马 严密守卫南宫 明白吗 属下礼命 好 南宫的平安可就全交给你了 记住 不管宫中有任何动静 你都要守卫南宫 不可离开一步 请大人放心 属下绝不会出一丝纰漏 你做事可靠 为人忠诚 我最信任的就是你了 承蒙玉大人看得起 我援兵在此对天发誓 只要有我援兵在 南宫定保万无一失 于前就拜托你了 袁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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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人 在下想找你商量的事 徐大人 卑职还有公务在身 恕不奉陪 此事有关南宫 事关重大 难道你就不想听听吗 南宫 这里说话好像不太方便 要不这样吧 咱们找个能说话的地方聊聊 怎么样 请 卑职知道徐大人经常出入南宫 是不是太上皇有什么话 要托徐大人转告卑职 太上皇非常想念袁指挥 多蒙太上皇惦念 卑职也很想念他呀 徐大人 太上皇怎么样 他的病情 太上皇这几年可真是受苦了 皇上对他百般的凌辱 把太上皇弄得是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这次太子先世 皇上更怀疑是太上皇所为 要对他下手了 徐大人说的可是真的 这些话都是太上皇亲口对在下说的 那还能有假吗 皇上连走了以往 就要拿太上皇开刀 这就叫以绝后患了 看来太上皇的性命真是保不住了 袁指挥 你是太上皇的患难之教 太上皇有难 你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太上皇要卑职做什么 绝 sa Ε 我 太上皇受遇 不呵 来 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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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就好了 不必多礼 太上皇有旨 卑职为命是从 愿之慧 难怪太上皇说 你忠诚可靠 是最可信赖之人 看来 太上皇真是没有看错人 徐大人 你快说吧 太上皇到底要卑职做什么 这 怎么 袁指挥 你不敢了 徐大人 备之乃一介无夫 朝廷里的事情备之不懂 但此事 袁指挥 如果你要保住太上皇的性命 必须在今天晚上就得一级行事 否则的话 太上皇的性命可就保不住 不住了 袁指挥 怎么样 你快给个会儿 我好去回禀太上皇 徐大人 此事事关重大 请容在下再想一想好吗 禀报五亲侯 太后宫中的西安公公过来了 说是有太后一纸 太后一纸 太后一纸 太后怎么这个时候来一纸了 不管太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等我接了一纸再说 秦安公公公说了 召徐大人一块听旨 走 太后一纸 召五亲侯徐大人明晚入宫议事 请死 请死 臣临死 臣临死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这太奇怪了 太后怎么想起召见我们二位 难道这里边另有什么文章 五亲侯 五亲侯 徐大人 徐大人 坏事了 怎么了 在下得到慈宁宫献人的密报 于谦入宫见过太后了 这个时候 于谦去见太后干什么 太后和于谦秘议 要召五亲侯还有徐大人入宫去 然后一举拿下 难来说死 好险 怎么 两位已经知道了吗 刚才秦安公公传太后一纸 要召我和徐大人明晚入宫 原来是于谦和太后设下的陷阱 莫非我们的事情已经败露了 太后和于谦要先对我们下手了 看来真的是怎么回事 那明晚我们的事不就完了吗 螳螂不禅 黄雀在后 真没想到我们千算计万算计 还是让于谦抢了先计 这个于谦真是我们的克星 如此一来我们的部署全部都给打乱了 吴清侯 我看眼下唯有背水一战 索性跟于谦拼个你死我活 于谦这个时候搬出了太后 这一招棋还真高明 那是啊 现在皇上兵重 宫中主事的人只有太后了 于谦很聪明啊 他争取到太后 要是对我们动手 也就名正言顺 吴清侯 徐大人 我们可不能就这么束手就擒 你们得赶快拿主意啊 至死第二后生 不信 我就不信 这一次我们就玩完了 于谦这一招棋虽然凶险 可是我们也不是没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有了 太上皇不是告诉我们 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们可去找太后相助 吴清侯 你和在下想的一模一样 走 我们这就进宫去见太后 吴清侯 这 这能行吗 太后和于谦都已设下了陷阱 就等着你和徐大人去自投罗网 可别有去无回啊 我们手上有太上皇的手谕 太后又是太上皇的亲生母亲 笑以厉害 当有几分胜算 徐大人不要忘了 太后最器重于谦了 当年至蒙臣塞外的太上皇于不顾 扶成王登基就是他下的意志啊 事到如今顾不了这么多了 这场赌注 我是下定了 徐大人 曹公公 你们两个留在这儿 我马上进宫去见太后 如果黄昏前我回不来 你们马上动手 吴清侯 就看你的了 好 太后 吴清侯求见 吴清侯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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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清侯说 看了这把扇子 太后自会明白 太后 吴清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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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吴清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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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吴清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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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都下去吧 是 太上皇手艺 太后已经看过了吧 武亲侯 你 这是什么意思 太后 你错了 这不是我武亲侯的意思 是太上皇的意思 太后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武亲侯啊 哀家 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太上皇究竟 一与何为啊 臣等 为保太上皇平安 也为保我大明江山社稷永固 愿迎太上皇附位 臣就是奉太上皇的义旨 来请太后您出山的 武亲侯 你好大的胆子 如今皇上还在大位已定 难道你想谋逆不成 太上皇 太上皇幽居难攻 形同囚徒 且近况惨不忍睹 太后 您不会不知道 而皇上 自太子归天后 已是丧心病狂 只怕 会随时加害于太上皇 太后 如果任世太再恶化发展 恐怕 恐怕太上皇的性命 和您的性命就不保了 如此说来 你是在替太上皇着想吗 皇上无道 揽杀无辜 朝中的文武大臣们 早已是义愤填膺 以往被贬 我大明设计 更是前途叵测 再说 大明的王位 本就是太上皇 所以 现在不过是完毕归招 顺乎天意而已 臣心之 太后 一心为朝廷着想 太后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以往继位 保我大明千秋平安 太后 如果隐怀了太上皇 到那时候 遗王自然又成了太子 太后 你梦寐以求之事 岂不是样样都实现了 可这件事 哀家总觉得 臣凭着性命 是为了太上皇和遗王 也是为了太后您呢 为了我 太后 这些年 您过的是什么日子 难道您自己不明白吗 臣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 你 让皇上 再如此胡闹下去 朝廷迟早会大乱 等着太后您的 只怕是另一座南宫了 大胆 臣 这一番话 也是太上皇的意思 最最紧要之处 是复礼遗王 为太子 把我朝廷江山永固 臣 再进一言 太后就是得于谦的相助 除掉臣等 可是 只要皇上在位 复礼遗王为太子之事 只怕是难于上青天呢 太后 请太后三思 急不可施 时不再来 大明江山 和皇上这个昏君之间 孰清孰众 太后 您不会不明白吧 地下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夜似的眼是春要去 雨彩要残余 雨彩要残余 来了 余大人 是你呀 是我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今天好像是早了点 是啊 你现在又不用上朝了 每天都是吃过早饭 才去公事房办事 今天怎么例外了 你看 我光顾着说了 快进来吧 余大人 你今天怎么了 没什么 你这身装扮 哦 我 我这身装扮 是不是有些郑重其事啊 既然不用上朝 为什么穿朝服呢 而且 好像还是新的 余大人 你不会 是想去捐皇上吧 我要去办件大事 大事 什么大事 我和太后商议已定 今晚有一场 生死搏杀 余大人 你是决定 将石横他们动手了 今晚的行动 关系我大明的成败 成设计星 败 则设计之祸意 我明白了 余真啊 我这一走之后 余大人 你今天 是特意来向我道别的 对吗 也算是吧 我实想 我明白 你别说了 我心里都明白 你明白就好 我也就放心了 余大人 傻丫头 好好地怎么就哭了呢 我 我真高兴 高兴也哭啊 怎么像个小孩似的 人家就是想哭吗 你不知道 我的这一天 等了多少年 不要 放心 我会没事的 谁说你有事了 我还要等你回来 为你庆宫呢 但愿天有大明 助我除去减贼 保得奢计平安 余大 天会保佑你的 宇大人 宇大人河南急报 河南 你请怎么样了 控制住了吗 威仪 威仪蔓延 势如烈火 便及河南全境 染病而亡者 已过万人 什么 染病而亡者已过万人 巡副大人 要小的 务必把这份急报 交到宇大人手上 钦差彭大人呢 彭大人 连日劳累 不幸染上瘟疫 他 他 他怎么了 他已于昨日病故了 诸位大人 黄河水患刚刚平息 却没想到瘟疫流行如此之快 数月之间已遍及河南全境 彭钦差已身殉职 这如何是好 如何是好啊 百姓染病而亡者已过万人 不少村庄 人处进阶毕命 十世九空 如此凶猛的疫情 那是百年不遇啊 是啊 依我之见 咱们还是另派一位钦差前往 同时调集京城和周边地区所有药材 遏制疫情的蔓延 余大人 还是你拿主意吧 我决定了亲自前往 余大人 这怎么成呢 你现在可是朝廷的 河南遭遇的是百年不遇的大瘟疫 死了这么多人 人心惶惶 百姓们都看着我们呢 朝廷必须尽一切力量 救护百姓 遏制瘟疫蔓延 我如果不亲自前往县城 这心里实在是放心不下呀 余大人能去当然好 可眼下朝廷多事 能不能另派一位大臣 代替余大人去 我在河南山须巡抚多年 最了解那儿的情况 各级官里和那里的百姓 也都了解我 所以这非常之急 没有人逼我去更合适了 恕老朽直言 余大人 眼下朝廷可是离不开你呀 救灾如救护 万万不可拖延 再说河南的瘟疫如此严重 一旦蔓延开来 山西之力均难幸灭 京城也随时有可能波及呀 京城 京城 这 京城乃社稷根本 人可又如此密集 如果瘟疫漫 如果瘟疫漫延到京城 那后果不堪设想 到那个时候 京城瘫痪 人心大乱 我大明也将岌岌可危 以我之见 眼下唯有此事最为紧要 所谓名为重 就是有天大的事 也比不过千千万万人的性命啊 也比不过 确保京城无余啊 这事就这么定了 各位请勿多言 陈将军 在 你随我一同前往 属下遵命 威仪漫延 危及京师安危 自是非同小可 于爱卿只管放心去便是 哀家与你商定之事 哀家自会处置 那于前 就全拜托给太后了 有哀家在 定叫石亨和徐有珍 那几个奸贼 乖乖就范 太后以江山社稷为重 力挽狂澜 那是社稷之福啊 范将军 今晚一切听候太后的调遣 务必将石亨和徐有珍 曹吉祥三人拿下 于大人放心 属下定将他们一网打击 那好 我就在那边等你的喜讯 于大人放心吧 但愿于爱卿早去早回 到时候 哀家在皇上面前 给于爱卿请功啊 太后 但愿天佑我大名啊 于大人 于大人 于 于大人 女贞你怎么来了 你去河南抗击瘟疫 救命于水火 我当然要跟着一起去了 女贞 这场瘟疫非同小可 不是闹着玩的 我当然知道不是闹着玩的 我又不是小孩子 难道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你知道就好 那可是随时有生命危险的 我知道在你心目当中 百姓的性命重于泰山 我女贞虽然是女流之辈 但也不能置之度外啊 再说了 越危险的地方 我也要去 我这脾气是跟你学的 走吧 好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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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大人 你看 天哪 真是太惨了 先把这些村民的遗体安葬好 我们再进去看看 只要还有一口气了 务必要救治 是 余大人 弟兄们 快动手 人呢 怎么一个人眼都没有 难道他们都死光了 把这扇门打开 你快点 快点 来了 来了 快快快 龙袍好了没有 龙袍好了没有 好了 请徐大人过目 真是太好了 还真像怎么回事 到底是徐大人想得周到 连龙袍都早没备好了 明天一早 太上皇一穿就可以登基了 龙袍加身 再加上我这玉玺 明天就改成换代了 徐大人 你是没什么事了 可以走了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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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大人 就这儿 胡闹 这分明是一棵棺材 哪来的火人 回城将军 小的高材听到棺材里有人的声音 快打开 把他抬出来 老人家 老人家 你们是燕王爷派来叫我的吧 老人家你别害怕 我们是来救你的 不不不 我我我活不了了 我的棺材呢 我的棺材呢 老人家 你们心心好 让我这把老骨头 死在我的棺材里吧 让我死吧 老人家 你会好起来的 哎呀 我是活不了了 就让我死在棺材里吧 你们全村的人都是都是都是光了 光了 快去请大夫救治 快去 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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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将军 太多你有气了 没事 石将军 徐大人 你们来得正好 见到太上皇没有 没有 什么 哎呀 于谦 他令范广镇守长安门 在下和徐大人根本就进不去 是啊 是啊 见鬼 五金后 您这边都准备好了吗 我当然准备好了 就等太上皇在南宫和我们里应外合了 现在太上皇还不知道 是啊 是啊 要是中途生出变故 这如何是好 哎呀 你看 这我们都准备好了 是啊 这大事已定 再有不测 我们也只能孤众一致了 是啊 事到如今 不管太上皇有没有准备 我们都按计划行动 生死输赢 就在此一举了 是 还是五金后有见识 你有点识 对 对 好 那我们就赌一把 老人家 千万挺住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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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course 老人 etiquette 你 灯 你 虽然 挺好的 所有的病人都服上药 于大人 您这衣服要不要先换一下 当心染上 没事 救人要紧 快 救你逞强 孩子 你怎么样了 孩子 你怎么样了 我的孩子 大嫂 她怎么样了 我的孩子 这嫂子走了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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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孩子 救救你们 救救你们 我这老太婆死了也就死了 她还是个孩子 大嫂 别着急 救救你们 别着急 老天爷 你发发慈悲吧 救救我们这些孩子 老天爷呀 乡亲们 乡亲们 这是兵部尚书于大人 他来看望大家了 于大人 乡亲们 本官奉朝廷之命 前来救护灾区百姓 请乡亲们放心 瘟疫虽然可怕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鼓起勇气和病魔做斗争 你们的病就一定能治好 于大人 于青天哪 我们可把你给盼来了呀 这位兄弟 万物多礼 快快请洗 谢谢你 于大人 你一来我们有救了呀 弟兄们 把你们的川公牌亮出来 是 今天晚上 我们将凭川公牌 入宫 迎接太上皇复位 事成之后 弟兄们一生荣华富贵 享用不尽 替武亲侯降临 弟兄们 我石横把话跟你们说明白了 此乃改朝换代之举 如果失败 我们的脑袋将会落地 朱连九族 弟兄们 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 愿效忠武亲侯 富堂高伙 万此不此 弟兄们 我石横 今天拜托各位了 好 愿皇天保佑我等 大势可成 迎太上皇复位 建立不适功勋 我等世代勇享 荣华富贵 迎太上皇复位 建立不适功勋 我等尽享世代 荣华富贵 弟兄们 走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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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鸥 这么晚了 何故带兵马入城 兵官急报 瓦剌蠢蠢欲动 调兵潜将 此有禁放我大明之意图 本总兵官特奉皇上之命 特率兵马加强皇宫守卫 以防不错 出发 既然是皇上旨意 吴清侯请罢 走 好 各位姜事听到 今天晚上有人要进宫图谋不轨 太后下了一旨 又胆敢擅自入宫者 立马拿下 是 潘将军 太后招你即刻入宫 太后招我 嗯 什么事啊 太后说了 潘将军 就去了便知 王将军 战儿就交给你了 有下属在 潘将军只管去便知 潘将军 走吧 潘将军请 潘将军 太后偶感不适正在服药呢 请将军稍后片刻 好 好 臣等在这便是 潘将军 先慢慢用茶 潘将军有令 等会儿武清侯和徐大林一到 你们即刻给我拿下 明白了 受杀明白 好 各位严守岗位 随时听火我的号令 是 将军 他们来了 来的还不少啊 武清侯莫非是带了人马来了 王将军 这词让你给说着了 武清侯 我已等你多时了 是吗 上 是 将军 您误会了 在下和武清侯 是奉太后的遗旨 前往慈宁宫 觐见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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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和范将军下令 只要你们一进宫 就地拿下 太后 汪将军 我跟你说过 是太后召我和徐大人进宫 你敢违背太后的意旨 给我通通拿下 收手 太后 不知太后驾到 有事迎候 请太后恕罪 王将军 武清侯和徐有贞大人 是挨家召他们入宫的 你就叫他们进去吧 太后 这 大胆 挨家在此 还不让他们进去 是 末将遵命 打他们进去 太后怎么还没来 太后晚上就到了 请犯将军事后平安 不让他们进去 太后 太后 范将军 哀家让你久等了 臣正在长安门 执行太后议职 不知太后何故招臣入宫啊 坐下手 坐下手 太后 今天晚上 哀家知道 今天晚上 非同小可 既然 哀家和范将军 都已经不知妥当了 那就让下面的人去忙吧 我们不妨忙里偷闲 坐下来好好聊聊 范将军 坐 给范将军上茶 太后 太后难得如此养性 臣不甘不意 范将军 请用茶 用茶 好 慢着 怎么了 徐大人 钥匙 长安门的钥匙 快把长安门的钥匙给我找出来 徐大人 在这儿呢 给 门也关好了 锁了没有 锁了 锁好了 去你呢 徐大人 你怎么把钥匙给扔了 我这是组的外面的援兵 万一有人察觉我们的行动 内外加工 让我们父辈受敌 岂不功亏一亏吧 哎呀 还是徐大人想的周到啊 经验入宫 成败在此一举 断了这条退路 也是背水一战之意啊 对对对 好 我们自断后路 现在 就只剩下眼前这一条路了 不管是死是活 我们唯有勇往直前 哎呀 哎呀 糟了糟了 变天了 天地门类 心远无垢 不相知赵 不相知赵啊 我们 我们这件事 能成吗 莫非 莫非我们触动了天意 此事不成了 哎呀 徐大人啊 你不是说今晚动手乃是急赵吗 怎么现在这会儿又变成凶赵了呀 天意难测 天意难测嘛 好了 你们再也不要吵了 事到如今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那那 照记行事 那我们万一不成呢 住嘴 谁要是再说丧气话 我先一刀斩了他 是 兄弟们都听武亲侯的 武亲侯请下令吧 是 请下令吧 好 马上进攻 谁敢后退 格杀无论 好 走 快点快点 奇怪 这是怎么搞的 怎么外头一点度你都没有 回太上皇 奴才刚才爬到墙上看过了 还没有啊 这 这徐大人到底怎么搞的吗 说好了给朕回话 怎么到现在 连个音讯都没有 太上皇 会不会尽管有变了 你刚才看到什么了 奴才打从黄昏以后 就在处处留意 今儿晚上 这宫中 好像跟往常有点不同啊 不同 怎么个不同吧 往常夜里 宫中常有人走动 还有人寻夜 可今晚就怪了 外头一点想动都没有 连寻夜的都没见踪影 莫非 莫非是皇上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 提前向我们动手了 或者 或者是武亲侯 武亲侯他 武亲侯 请问武亲侯 深夜来此有何贵干 奉太后一旨 打开宫门 迎太上皇出宫 太上皇 还有一种可能 你的意思是说 武亲侯提前动手了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怎么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没错 这事真是怪了 看来是凶多吉少 曹秦 你给朕留点神 赶紧出去看看 那才证明 把门打开 不许进去 把门打开 太上皇 怎么回事 有人来了 原始会 那他在哪呢 快点让他出来 你是何人 少啰嗦 快回去 我要是不回去呢 那就别怪老公 他干什么 都四更了 怎么还有人来南宫 会不会是皇上派人来抓你呢 好啊 好啊 你都比朕先动手了 太上皇 这 如何是好啊 慌什么呀 挺着 你出去给朕顶着 是 是 如果你敢临阵脱逃 朕今天要你的脑袋 听到没有 奴才明白 奴才明白 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这 这是命令 听见没有 放下武器 是 太后有旨 放太上皇出宫 你们都退到一边去吧 你们都退到一边去吧 袁指挥 公主的事情弟兄们也搞不懂 我们就听袁指挥您的 好 你们都退下吧 是 谢袁指挥 这回 你为太上皇立下了汗马功劳 武器侯 时候不早了 还是赶快打开宫门吧 打开宫门 闪开 回来 骂他 打不开 这可怎么办呢 我们进不去 太上皇又出不来 要是宫里的御林君听见响动 那就糟了 嚷什么 曹青不是在里面吗 快派人叫他 别急 让我去听听动机 千吴 曹青 扬声 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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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他怎么都不答应呢 他为什么在里面就不答应呢 你说 你说 太上皇不知道咱们今晚局势 又跟他联系不上 我们只有硬闯了 你看这南宫的大门打不开 玉璃君一到 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把他撞开 上坑 看我的 怎么办 再给我上 用刀劈开 上 上 不好了 不好了 太上皇 真的是皇上派玉璃君来了 你回来做什么呀 快去把门顶着 快去把门顶着 快去把丢丸的声子给搁到 快呀 是是 都在这儿就行了 快去呀 这么说我们的行动进行得不顺利 玉大人 得病的老百姓们 都不愿离开自己的家 他们说 要死也死在自己家里 玉大人 玉大人 你怎么了 玉大人 玉大人 莫非 您也得病了 玉大人 我没事 陈家军 你再说下去 吴季后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还是叫你的弟兄爬墙进去 宋长 在 你带些人赶紧去 遵命 跟我来 弟兄们 大家给我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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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你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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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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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们回家 反了你们 你不会砸 屈服 屁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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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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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